全台闹血荒 台中捐血中心的血液库存量 胜不到三天 立法院副院长蔡奇昌 立委庄靖成和施议员曾朝荣 这一天是号召民众 兼热血做公益 寄出只要捐出250cc的血 就可以免费吃牛排 拿超商礼券等多项好礼 现场是大牌长龙 不到一天就木满了250袋的热血 兼血车可以说是满载而归 大热天民众大牌长龙等着捐血 全台闹血荒有名代 为号召民众捐血做公益 宣布只要捐血250cc 就能兑换餐券 拿超商礼券等多项好康 上午10点就发完200张号码牌 还有民众排不到 我们办这个活动非常的紧错 只有几天的时间 我们公告 还有我们的乡亲真的非常的热情 我们今天一季9点开始捐血 6点就已经有很多乡亲来排队了 到7点已经排了四五十位 所以看到我们民众的热情 真的非常的感动 那正常来讲的话 他的那个安全的那个期间是在7天 那只剩2.5天 这个是血库非常的缺血 那所以透过这个活动 也希望我们的所有的民众 都可以挽起袖子来捐血 因为本来就是捐血本来就是 对身体也好 然后对别人也好 对啊又做公益嘛 然后你看现在疫情的关系 那么又比较少人在捐 对啊刚好有机会就快点过来捐 全台闹血荒台中捐血中心血液库存量 远低于7天的安全库存量 明代举办捐血活动 吸引民众捐热血响应 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 也拿出防疫笔感谢大家热心公益 我想这些都是一些诱因啦 但是我还是要强调 没有这些纪念品 没有这些 这些企业赞助的这些赠品 我想国人同胞也不会因为这个纪念品 大家都应该都是因为爱 都是因为看到 这个血库没有血 所以大家才踊跃捐啦 那这只是一点小小的诱因 感谢企业界来感谢 今天捐血的朋友 现场盛况不到一天 就木满250袋热血 捐血车可说是满载而归 捐血中心也呼吁民众 发挥爱心帮助医院需要输血的病患 记者张伟霖台中采访报导